各位同学好 我是燕秋老师 今天想要为各位介绍 Teams的一个新功能 当我们在进行线上会议的时候 搭配Teams在 不管是远居授课 或者是开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需要透过 简报来讲述一些内容的时候 Teams目前有一个全新的功能 叫PowerPoint Live工具 这工具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让我们在 Teams的时候进行简报的播放 而在播放的时候 可以让学生更改简报中的语系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还有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的即时字幕功能 那字幕工具的话 早期它的支援没有支援到中文 它现在已经有支援中文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两点的一个更新的新功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在上课的时候 是要怎么进行授课 好 首先呢 我们在右侧的右上角 分享内容的位置 往下看 它会有一个功能叫做 PowerPoint Live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只要点选 我想要的简报档 所以老师们可以先把你的简报档 放到你的 OneDrive的空间里头 点选后 它其实就会直接透过 这一个简报来进行授课 好 那这里有一个 蛮特别的地方就是 老师在进行授课的时候啊 首先第一个上方这个位置呢 它有一个功能叫简报者模式 那简报者模式其实是可以让老师去背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学生的画面跟老师画面的差异性 那我这边呢就可以把它按下简报者模式的隔壁这一颗叫凸显 当我按下凸显后它其实会让老师是 呃影像是黏在我的简报中 所以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直接让我的影像出现在简报上头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画面 那它会帮我自动去背哦 所以这个是凸显模式哦 那这个在前一个版本它其实就有出来了 只是说它现在把它放到简报里头 所以呢您现在看到是老师的画面 老师的画面会是简报者的模式 而学生的画面的话是学生观看到的样子哦 那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像这样的一个画笔去画重点 并且呢它也支援雷射笔功能 我们可以画过后它会消失 好画过后它就会消失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刚才所讲到的这一个很特殊的功能 它叫做简报文字的翻译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老师的简报是中文的 这时候呢学生端 我们看这边好是学生端 学生端的部分的话呢 我可以点选其他动作里头 有一个功能叫翻译头影片 学生自己去改变语系 所以如果呢学生把它改成是英文版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的部分 它就会是变英文的 所以老师只要换 例如说换下一页 不同的页面更改的时候 学生端的部分是会改变的 而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老师讲话的时候的即时字幕 那即时字幕功能的话 只要一台有开它全部都会开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到上方找箭头 往下点点点 然后呢往下的地方就有个叫开启即时辅助字幕 打开了之后呢 这时候呢老师们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去改变它的语系 那语系的话在右上角这边右侧它有一个点点点 我们可以按下更新口语语言 好老师呢现在讲的是中文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点选中文 老师现在讲话的时候啊 它这个地方的语言它就会变成是中文 那老师现在的画面是有出现字幕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学生端的部分 学生自己呢也要去开启即时辅助字幕功能 它也会出现 那当其中一个呢把语系改掉 例如说呢我在这边 点点点 更新口语语言的部分 老师把它换成其他的语言 好 那我现在只要一个换哦 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呢也会跟着去换 你看两边就会同步 因为老师的角度跟学生的角度 所以呢不管是老师更换 或者是学生更换 那这个部分呢它主要是即时字幕 记得它是即时字幕 它并不是翻译 它并不是翻译即时字幕的工具 所以这是蛮特别的地方哦 好那另外它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方格检视 方格检视的话就是投影片浏览的模式 所以老师呢可以自行透过 投影片浏览模式的方式去更换你的简报 但是啊学生端呢 如果学生端它也要更换的话 学生端它只要点选这一个方格检视 它其实学生也可以换哦 所以呢老师啊也可以去限定学生不能换 如果要限定学生不能够用浏览模式看到简报的话 好往上这里有一个防止参与者自行浏览分享的简报 这个你可以按一下 当老师按了一下之后 你看学生端的部分 学生端这边呢它其实就没得改了 刚才我们有可以改嘛 它现在就没得改了 所以呢这几点呢是Windows Live里面在Teams搭配的一个更新功能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老师们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在讲课的时候 如果我只是讲简报 我也不需要用桌面分享的方式 我可以用这一个Windows Live的工具去分享 那你去分享它后啊 就可以让自己显示在荧幕里面 加上其实字幕功能 以及投影片浏览的部分你可以去改变它 那在检视模式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备忘稿 所以你想要看到备忘稿内容的话呢 在右侧的地方 如果你有下备忘稿了 它就会出现 好所以以上的部分呢 就跟各位更新一下新功能啰 拜拜